制裁大疆的欧美国家慌了 大疆无人机飞越珠峰 连直升机都做不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观看中华振兴的科普视频 若您感觉节目内容颇具吸引力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点击订阅 以便您能够持续追踪我们每期节目 所带来的新鲜与启迪 不错过任何一份精彩 提到珠穆朗玛峰 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词 那就是极限挑战 不管是我们去攀爬珠穆朗玛峰 还是飞行器飞越珠穆朗玛峰 都因为它陡峭的山势 还有息的氧气以及变幻莫测的气候 认为挑战珠穆朗玛峰 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连直升机在面对珠穆朗玛峰的时候 都会显得力不从心 但是大疆无人机却迎难而上 出色地完成了飞越珠穆朗玛峰的任务 我们要知道 在以往的无人机飞行当中 一旦无人机遇到强大的气流干扰 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 这是因为强大的气流 就如同无形的巨手 猛烈地冲击着无人机的机身 使其失去原有的平衡和稳定 无人机可能会在瞬间偏离预定的航线 无法按照既定的指令飞行 这种失控的状况 不仅可能导致任务的失败 还可能使无人机坠入危险的境地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低温和低气压的环境条件 同样给无人机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在寒冷的气温下 无人机电池的化学反应速率会显著降低 这直接影响到电池的放电能力和续航时间 电池性能的衰减 使得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 可能突然失去动力 面临坠毁的风险 但是这些困难都被大江无人机给克服了 在极端环境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飞跃任务 为什么大江无人机能够如此地优秀 完成直升机都完成不了的任务呢 这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 时间回到2006年 大江是由三位来自深圳的大学生 在一个居民楼里边创立的 在创业初期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比方说来自财务方面的压力 让他们在研制一款多悬翼飞行器的时候 就绞尽了脑汁 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困难之下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梦想的执着 不断摸索前行 就在快倒闭的边缘的时候 大家敏锐地发现了商机 将多悬翼飞行器与飞控系统成功结合 精准地满足了业余爱好者的需求 这一创新之举为大江赚取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桶金 使他们得以从困境中挣脱 迎来了转机 随后 大江并未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而是继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钻研技术 他们突破了云台技术 这在当时的国际无人机领域 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 2012年 大江掌握了所有关键技术 重磅推出了精灵系列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轻巧简便 价格不再昂贵 组装也十分简单 已经推出便受到了摄影爱好者的热烈抢购 它的出现 成功化解了此前无人机存在的诸多问题 为大江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大江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作为霸权的美国来说 它注意到了大江对自己的威胁 所以美国国防部就以大江传输美国敏感信息为由 然后将大江拉入了禁售实体的清单 试图来以此打压大江的发展 但现实是美国市场对大江无人机有着极高的依赖 虽然在军事领域美国试图禁售 但并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大江无人机的产品 所以后来美国就通过增加无人机关税的措施 试图来打压大江 但是大江在被增加关税了以后 也是快速地对北美地区的产品提高了价格 即便是涨价之后 大江厂依然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 所以大家为什么能够这么优秀呢 主要就因为它始终在坚持技术上的创新和品质的卓越 不管是从初期创业这些艰苦 到突破关键技术 研发出新的技术 还是面对美国外部压力的时候 它都能从容不迫地应对 所以大江的优秀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阐述 那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大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其实背后离不开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创始人汪涛 提到汪涛 他可谓是有天赋在身的 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对飞机模型充满了热爱 而且是那种痴迷的程度 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 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尤其在做毕业设计时 对直升机飞控系统有了深入的研究 也是为他未来发展无人机时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的时候 汪涛就和小伙伴们在深圳创办了大江 正如我们上边提到的 创业初期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李泽湘教授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明亮的道路 大江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关键在于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他们研发出了多款领先的飞控系统 这些系统不仅性能卓越 而且稳定可靠 其中 在珠峰完成的测试 更是充分展示了大江技术的强大与成熟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行动中 大江的无人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些实际应用的成功案例 使得大江的订单不断增多 实现了盈利 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 汪涛深知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他及时调整研发重心 专注于解决无人机的核心问题 大江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和申请专利 不断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成果 这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也使得大江在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和压力时 能够从容应对 自2016年起 美国对大江进行了无理的制裁 但是大江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市场优势 依然以超过70%的全球份额和85%的北美份额 稳坐行业头把交易 这一成绩的取得 无疑是对大江实力的最好证明 也是对美国制裁的有利回击 2015年 汪涛成为了亿万富翁 大江的销售额大幅增长 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额 但是随着国内无人机业务增长的放缓 大江并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勇敢地进军智能驾驶领域 其车载系统正式落地 并获得了车企的合作和投资 负责此次兼具任务的是大江的Flycard 30无人机 它于去年8月问世 却在今年4月底 在珠峰南侧大本营及以上海拔地区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虽然在测试前大江团队面临着重重困难 需要克服多种不利条件 然而他们没有退缩 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技术 硬是在这片极端环境中完成了测试 这次创造出来的成绩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创造了民用运载无人机海拔6191.8米的飞行最高记录 还有6000米高海拔15千克载重的往返运输记录 所以具有非常非凡的意义 而且不仅如此 在此次的测试路线中还经过了恐怖兵铺的昆布瀑布 这也是登珠峰的时候最主要的障碍 陡峭的兵壁 纵横交错的兵裂缝 稍有不慎就会在这里万劫不复 但是大江无人机却勇敢地穿越了这片死亡地带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 在珠峰地区有很多的直升机运输问题 比如调度不及时 不能飞行 不能降落 或者费用高这些问题等等 但是大江无人机在这方面却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所以在这次飞行测试完成之后 团队在大本营上空成功开辟了一条 2.7千米的空中运输航线 他们调运15千克登山装备 从大本营穿越 昆布瀑布飞到了C1营地附近 然后又进行了一件向锁取货后 在挂载15千克垃圾智能源路返回 整个往返过程当中仅仅是用了12分钟 运行的非常稳定 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而且整个无人机的耗电量在无人机回来的时候 还剩了43% 这一成功的测试不仅展示了大江无人机 在高海拔环境下的出色性能 也为未来的高海拔运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它让我们看到 科技的力量能够突破自然的限制 为人类的探索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大江无人机这次飞越珠峰的行为 看似是大江无人机的成就 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科技实力的一个强有力展现 它向世界证明了 中国不仅能够在传统领域当中有所突破 在新兴的高科技领域当中 也能够做到引领世界 引领潮流 所以 那些想通过制裁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国家 看到这样一面的时候 不得不让它感到有些惊讶 未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止步于此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大江无人机也会在更多的领域 发挥出自己重要的作用 为中国乃至是全世界的人生活 带来更多的方便和便利 当然 大江无人机的成功 也会激励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要不断地创新 永攀技术高峰 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